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吗 还有吗 都可以了吗 那个华士的麦粉 放在身上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包围了 想要问一下两位是刚刚上去之后 是否确定之后要来联署来登记选总统了呢 顾问先回答 我们今天是先来了解一下 因为他中选会有公告的时间 刚好是中秋节的廉价开始 那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 中秋节有没有放假 有没有人 如果我们有问题 或是要来领表 有没有人在 这样子 怎么会约好一起来 怎么会约好一起来 壮胆吧 我们幕僚沟通一直很顺畅 然后想说 因为时间也比较急一点了 大家也都很关心 那与其这样子 我们倒不如亲自跑一趟 因为就像顾问讲的 刚好遇到三天的中秋节廉价 我们也很担心说 万一要送签要登记要什么 这边会没有人 那详细连署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文件 我们也要亲自跑一趟 那自己了解之后会比较安心 所以确定连署的时间了吗 还没耶 那在问完之后 就是觉得说应该是在秋节之前 还是之后 呃 时间点都还在考量 那其实我们幕僚该做的事情 就把这些事情都准备好 那决定还是这个郭台铭先生的事 今天三方阵营都到现场来中水卫 是不是代表说 未来郭董在联署的部分 不会是孤军奋战 包括柯这边还有王这边都会一起帮忙 我想大家都是好朋友啦 如果需要帮忙 相信这个两位阵营的人 都很愿意伸出援手的 所以是由郭台铭这边来担任总统的提名人 呃 蔡顾文你觉得呢 哈哈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是由郭台铭这边来担任总统的提名人 应该是吧 那刚刚是不是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呃 权力支持 扶选的角色 所以是副手还是扶选而已 这个再讨论 他是总干事呢 其实这些我们都还没讨论啦 对 我们这些真的都还没讨论 因为现在先把这个游戏规则先了解清楚 对 郭董说对是对总干事吗 哈哈哈哈 所以刚刚上去了解过程当中 这个秋节是否卡到联署的时间 会影响到你们的决策吗 呃不会 因为他们有说他们都有上班 然后刚刚也讲很清楚说 他们上班时间是什么时候了 那这部分我们就回去再决定一下 那我刚刚也讲 主要是幕僚该做的工作 这些是我们音进的本分 我们把资料都准备齐全了 然后再让老板做决定 所以中秋节来是没有问题的 中秋起意中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因为这边有上班啊 对 如果我们要做任何决定的话 其实都 时间上他们都可以配合 所以可以说现在开始就已经联署开始 正式起跑 可以这么说吗 呃还没耶 因为刚刚中选会的说法是说 是13号到17号他们受理登记领表 那现场也必须要缴交100万的保证金 那今年的联署有效分数是28万0384分 那如果说要达到有效分数就必须要是这个数字 那基本上呢就是呃他们公告这个时间点 我们必须完成这样的作业 那实际可以开始他们承认开始可以联署 呃联署起跑的时间是9月19号 对 那因为9月18号他会确定说 我们的这个呃申请是不是有效 会通知我们 那19号才开始可以做这样的联署 黄金平的办公室有来 那未来接下来联署的阶段 需要承承是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有院长本人 那这怎么会一起来 院长就一起陪同来了解 是他们邀请你们一起来吗 院长想要了解什么 就陪同来了解状况 了解什么 了解 因为其实对 因为其实王院长之前一直说 一切看上天的旨意嘛 顺应姻缘 那就他们如果说王院长自己 也有议院要参选的话 这个部分也的确是需要了解的 那我们因为幕僚沟通一直很顺畅 所以我们今天跟蔡郭文要来的时候 也问问王院长这边 要不要就一起来 本来是这个王院长的员会过来 本来是这样的派 没有欸 没有没有没有 对对 一开始就私会要过来 那会院长还有党员的身份 那包括这个郭总也有荣誉党员的身份 所以是在秋节前会先会党 然后再加入民旧党 或者是就是用故意参与的方式 因为之前这个清雲也一直讲到 就是问题 院长应该没有思考到这个程度吧 对对对 想问像送月饼给柯妈妈这件事情 因为柯妈妈好像觉得说他觉得拍子 那不知道顾问这边联系的怎么样 嗯 早上 刚刚我又再联系一次 那柯妈妈是说早上太多记者打电话给他了 然后他从早上一直接电话到刚刚我下车前 他都还没有来得及煮午餐 所以他到现在午饭都没有吃 所以拜托记者不要再打电话给他了 那月饼他会休吗 他会休吗 他很认真跟我说他会去准备贡完回庆给郭董 怎么会选在今天这样的时间来 一起来中选会来那个询问 因为在郭柯王三个人从台之后 民调就是有渐渐下滑的趋势 今天三方阵影都来到这边 是不是也要向粉丝证明说 就是结盟一直都有在筹备当中 亲目了的沟通是一直都在嘛 没问题的 所以是不是为了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们有在动作 怕人家自己有人批评说拖太久 不会啦 没有拖太久的问题 真的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啦 我们沟通其实一直都很顺畅 那也一直都蛮密切的沟通 本来如果今天没来 我跟蔡郭文可能还是会去喝下午茶 但因为这个王院长的部分 之前他们已经有 有支持的帮他联署 那包括郭董这边也有支持的帮忙联署 所以因为如果这个确定三个人合作 开始从前讲的话 那之前的联署可以说是全部从哪 还是说其实到之前的就已经走 没有这个可能要问那个中选会的决议 因为他就说公告期间 然后从公告之后 也许他们要从9月19号才开始重新算 然后请问一下那个郭伴之前 我想研发一个联署的APP 那刚刚有稍微问一下中选会说 这个APP的部分可以使用吗 我们有特别问一下 因为之前也提到说很多朋友很热心 帮我们做一个APP 那希望说联署能够更方便更科技一点 那所以我们刚刚特别问一下中选会 中选会意思是说 一些还是以他们这个纸本的情况为主 那所以我们刚也特别了解 纸本应该要写一些什么 应该具备什么 然后身份证要怎么贴 然后是不是一定要有副手人选 这些详细的细节 我们刚刚都已经做了解了 那基本上他是认为说 APP并不在这个格式里面 那你说之前联署的部分 是不是有效 因为他这次有特别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拿起来一下 他这次有帮我们准备了 这个总统副总统选举 联署的查核办法 然后在这本后面都有他相关的格式 那他们的意思是说 一切都还是以这个里面的格式为主 对 所以等要从头开始联署吗 这样说起来 对应该是 如果要联署的话 就要从头开始 那我是在收集之后 正期 还是说现在这个开始 就算起跑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如果中选会所认定的联署 开始起跑的日期是9月19号 他必须要等9月18号 他公告他来函之后 确定你的登记是有效的 你才可以开始进行联署 中选会有提到副手的部分吗 他们的解释是什么 有他提到就是副手的部分 还是必须要一起就是登记在里面 但是两个人其实 只要有一个人就好 然后本人也不需要亲自来 你可以帮他领表 然后去填一填 然后你再拿过来也可以 不需要本人亲自来 但是要有授权书 要有身份证的证本 然后另外要缴交保证金100万 所以副手会是现在这个阶段 另外一个当务之急 是是是 这如果说真的我们有要选的话 的确是要考虑到副手的人选 因为必须要写在这个登记表 身心表里面 那目前是找柯王两个人 其中来为第一优先考量吗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应该目前还没有谈到这一部分了 蔡郭文 那除了APP之外 就是科办跟网办 有没有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帮忙郭董来联署 就除了APP之外 根据报宅好像 柯市长要负责 负责2000个点 对然后王院长这边 应该也是要负责一些点 那 这报宅 报宅真的是报宅啦 真的还没有分配到这个部分 对 那刚刚部门说对 他当总干事啊 总干事的部分 部门市长 如果有需要的话 对啊 如果有需要 我们还是需要引众一下柯市长 对 毕竟这个台北这部分 他也真的是会蛮大力帮忙的 这样子 早上受访的时候有说到 就是两方阵营可以来好好谈一谈 那是不是已经有乔定说 应该是三方阵营吧 三方阵营 对三方阵营 对三方阵营会好好的谈一谈 那所以我们今天 先把这些幕僚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然后大家再来谈说 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 今天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动作 是不是因为民调下滑太厉害 所以赶快抓紧机会 没有啦 其实 对啊 真的不会啦 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啊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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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这些线都很危险 小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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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